以利亚祷告的时候 祷告负面的东西 我不是叫你今天祷告主啊 给他死掉 给他病了 我在这里提到 为什么雅各刚刚提义人的祷告 是大有功效 以后举例的时候去举反面的例子 以利亚求不降以三年六个月 因为以利亚已经看出了 这个国家没有悔改的可能 除非灾祸领导 才有可能叫人悔改 以利亚是很软弱的人 你说哪里 以利亚是很有能力的 很刚强的人 不 你注意看以利亚 他体贴亚哈王到一个地步 下雨以前快快叫他 把他的车的架缝盖上去 免得他连到椅 以利亚把巴黎先知杀完了以后 他就放走了另外的 亚斯塔路的先知 四百个巴黎的先知他都杀了 亚斯塔路的先知他一个都不敢动 因为他知道真正有大权的 不是王是皇后 所以他在王有意不觉 优柔寡断的政治立场上的时候 勇敢做先知 但是在真正掌握圣权的 王后的面前 他完全不敢动他的先知 以利亚是很软弱的人 所以当别士巴黎说 哈 我丈夫的四百个先知被你杀掉 却巴黎一点没有替他们报仇 列西别开始发动了 耶和华是真神 巴黎是没有能力的 所以他现在要杀 他杀拿伯的时候是很勇敢的 但是他要杀以利亚的时候 他发动 所以他怎么讲呢 我制作神明启示 明天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取你的生命 什么意思 快点跑 还有24个钟头 走吧 我很怕杀你 因为我知道神明没有办法 帮助我的 事实证明我丈夫的四百个先知 给你杀了 都没有一个人的包袱 我一个人不知道 我的神能不能保守 所以宁口我们和谈吧 你不杀我 我不杀你 和平共处 你快快跑 以利亚软弱到什么地步 就跑了 所以我告诉你 很多先知 看起来很威风 里面软弱到一个地步 你不知道 许多时候 我看圣经 跟你们看的不一样 你说为什么 我没有看到这些 塔牧师看到这些 你试试证明我看错了 然后我就认错 如果没有看错 我要你好好思考 Anti-Tactical Method of Thinking 反面思考方法 以利亚是大有能力的 但他就因为有这些软弱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他是与我们相同性情的人 我们有弱点 他有弱点 我们是血肉 他是血肉 我们会怕死 他怕死 他与我们一样的性情 这表示什么 一样性情的人 神也会用他做大事 有软弱的人 神也会用他做大事 但在什么事情上 我们今天不细谈 以利亚是大有能力的人 以利亚是祷告 求反面的 祷告死的人 求上帝三年六个月 不要下雨 上帝为什么听他呢 为什么有的人祷告上帝 有的人祷告上帝不听呢 上帝怎么会顺从一个 这样没有两心的人 祷告不要下雨 上帝 好 我去听你的 为什么呢 这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谈的 这都是神学问题 我相信 以利亚是真正明白上帝的心理 原来上帝那个时候也知道 除了这个地步 以色列不会复兴 所以要将灾祸给他 他才会悔改 所以以利亚就知道神的心理 他就照着神的心理 祷告了 和神心理的事 神就这样给他成全